好 那我們就決定做了 那我們活動開始 那今天非常感謝各位麗玲 我們大師講座 這個學期南籍小區的最後一場壓軸 那在活動開始之前 我們請我們方式交易委會的主委委員 陳農冰程教授為大家來講幾句話 好 那個防控支付委員 還有那個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我們這個學校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是今年的2月1號合併連來的 高院大 低科大 還有高海科大 成立一個新的教育規模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那我們在通識為著增加同學的事務 所以說我們進行一連換的大師開講 那平均大概每一個核心校期 有市場演講 今天呢 這個是我們這個學期 這個演講是我們這個學期的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的大師開講 也是一個壓軸 我們很難得請到目前論主儀行政務院的政務委 那個唐鳳之委員 那唐鳳之委員呢 他等一下進行的話 的演講呢 會以Q&A的方式來進行 那學上呢 我們等一下就請那個唐委員說明一下 那我現在呢 就把唐委員做個簡單的介紹 那個唐鳳之委員呢 他在國中的時候 異業呢 國中異業以後呢 就在家製作 那16歲啊 自創網路公司 33歲的時候 退休 曾經當任過前行政院 新女事件法規調數計畫的部門 目前呢 就是現任 就是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自從啊 兩千年一十六年啊 其控制社會創新 啊 新年差異 還有開放政府的三項業 那他在這個唐委員呢 在國際交流方面啊 唐委員以各國政府啊 長期保持合作關係 除夕 除夕 累積世衛外交的經驗 那今天呢 我們兩者的啊 請到那個唐政務委員呢 來給我們演講 那演講的題目呢 就是台灣社會創新 發展情勢 好 我們現在呢 最熱烈的掌聲呢 歡迎唐委員 謝謝老師 謝謝 很高興啊 來這邊跟大家演講 然後我們這邊的時間和空間結構 先介紹一下啊 這邊大家其實已經看到很多人在提問了 像以前有四個來問 我一天時間想要不要幹嘛 那所以就我們待會兒就先回答 不過有些朋友們可能剛進來 或剛看直播 我還是先講一下空間結構 如果你可以掃到Code 直接掃到Code 不然的話就輸入slido.com slido.com 然後輸入今天預期性的加量 001030已經 後面輸入 就可以進入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這個匿名的聊天室 就是拿來問問題的 那有兩個特性 這個是說 反正問題是匿名的 也沒有人知道是誰問的 所以就可以問這些 比較有挑戰性的問題 我叫大家舉手 問問題 你會想要六七折 那這次你會反正是匿名的 就隨便問這一邊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的問題 你也想要請按讚 按個讚的數量越高 它又會跑到右上角的這邊 就是比較高分的這個區域 所以也許你不用自己想你的問題 你可以滑一滑看一下別人的問題 你想看到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那最新的這個提問呢 會跑在這個空間的右下角 所以呢 他們想要回答一個問題 回答到一半 如果大家想要追問之類的話 隨時都很有歡迎 就是用追加的方式 來進行提問 那在時間結構上面 我們在接下來有大概 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那如果就一半小時結束 那我還回答不完這個問題 那還沒有比較 後面的問題就先說 不好意思 那如果一個半小時 還沒有結束 那我就已經回答完 大家有沒有新的要問的 我們就提早結束這個演講 不過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所以大概也不會在這次發生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時間 空間結構 如果來覺得OK的話 我們就直接進入 我們的問答的階段 有十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這個在行政院上班呢 都在做什麼事情 跟大家稍微解說一下 其實剛剛老師也有介紹過 負責的是所謂的開放政府 就是讓公務員們 直接跟他們對話 社會創新 就是解決社會問題 是透過社會 集體的力量 還有青年參與 就是把大家的固滿 化成改造政府的力量 還有一些數位外交的工作 但是呢這些聽起來非常出響 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大概兩分多鐘的短片 如果音樂一些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現在放一下給大家看 這個是理論上明天才要跟記者會播 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回答這個問題 每個部會的一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直接去進行對話 然後呢之前呢 我們就加了這個Join的平台 那就是我們的提案人 他當時提了一個叫做 報稅系統難用到爆炸的這樣一個連署案 那炒得最兇的朋友 不是有可能只是進廚房 我們就邀了所有金 炒得最兇的朋友們 一起去做出了我們今年的報稅軟體 大概有一兩百萬個這個使用者 那這位朋友覺得說 可以改變這麼大的事情 最近覺得這個路徑 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把大家的這個想法 協作出來的東西 跟民眾所接受 那從財政部的官員的角度來看 民眾是可以看到 大家是真的是很努力 而不是好像是一片這個財政部長 下台那這種東西 是大家真的能夠自己去創作 那我這個經驗也分享到台南市政府 那像我們在紐約分享的時候 其實各國的朋友 包含聯邦政府 聯邦市政府等等 都是用一些協作的方式 把我們這套開放政府的方式 傳遞到整個社會上 那在社會創新上面 當然它能夠茁壯是行政部門 跟公立社會中間的互信跟協力 所以在蔡總統這個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之後 我們社會創新就跟產業創新 提到同一個地位 那這位是好目人的王牧師 他是有一個社團法人 他想要設立一個孔股公司 來控制一個公司 來去經營他們社團的供應目標 那這件事情是一個十幾年的懸案 包含這個什麼合作社的稅期登記 跟相關登記等等 這些時期控告的問題 我們就透過巡匯座談的方式 把每個地方的問題提出來 讓我們幫助這些地方 解決問題的朋友 然後來解決大家的問題 那這位當然是我們 群眾院長愛心的老師 那他就是在我們公總社創中心 開幕的時候 期許我們說去讓 不只是台北 而是包含我們今年辦在台中 年會辦在高雄的 這個名利亞洲社會企業高峰會 讓大家看到說 台灣透過社會創新的方式 來解決環境跟社會問題的這個能量 去讓大家去看到 也讓亞洲其他人去發現 那以前大家可能覺得 政府公務委員很想要聽年輕人 誰應該接觸不到這些年輕人 那當然我們在行政縣 第一次有院籍的這個信念諮詢委員會 像我們政治委員覺得說 來這邊一方面去協助 二方面也是監督 那兩年來參與大概104場會議 去達到這個公平跟世代正義的提案 所有提案在上面就可以看到 當然比較輕鬆一點 我們也號召所有看不順眼公務門網站的 這個大學生 這個用見習遠端的方式呢 去改了大概這些800多個網站 包含它的使用體驗等等 那所有這些呢 讓我們就在國際上去分享說 我們不是只是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們也就跟聯合國 其他的這個永續發言目標的朋友們 一起去講說 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 也可以給全世界一起去運用 所以呢我們目前的這個口號 就是所謂的台灣Can Help 在進行永續發展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就是透過自己的 這樣子一種社會創新 然後來引領我們去輸出 這樣子一些社會創新的方法 以上是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就是回答一下 我做成縣商在做什麼 大家如果對這些一些比較細的聽聞 有興趣的話 歡迎隨時提問 有28位朋友們 實際上30位 對於台鐵互踢皮球 把責任都退到私居遠身上的 什麼看法 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交通部的政務次長 現在已經去接了那個台鐵了 所以這個很具體的看法 就是說系統性跟結構性的問題 讓系統性跟結構性的方法去解決 那這件事情 我想是大家都非常非常關注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不會再讓 這種就是公務員服務法裡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一般的公務員 他在進行服務工作的時候 是不能夠自己對外 去講關於自己業務上面的一個工作的 所以一切都是要先講關點頭才可以 這個在全世界都是相當落後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制定政策過程裡面 那個what就是那個脈絡 基本上是外面幾乎沒有辦法知道 那所以我們都是到發生事情 或者是說到政策真的 推出那個what之後才讓外面知道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要推行開放政府 就是希望說一方面我們在擬稿階段 就是在想一個政策的時候 就把衛生上這個政策 透過像主持黨或者眾議平台等等 這個方式事先跟大家公開 那二方面是像這樣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契機 我們可以去讓實際上願意去授權 就是底下包含我們列車長這些朋友們 能夠對外發聲 然後在對外發聲的時候 不會被丟後算帳 那這件事情裡面有非常多的這個設計 然後就像slido 就是我們在公務員裡面開會的時候 常常讓一個設計 因為我們如果有一個三級機關的朋友來 那他的首長來 那他的幕僚或者他的屬下 雖然也在會場 通常都不敢講話 而且也就是不會這個 願意去提出實際的意見 但是我們透過這種匿名留言 發言的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往往在會議的這個當下 才能夠真的收集到實際的聲音 所以一個系統的現場 是他必須先保障在裡面的 就是實際提出問題的人 他能夠解決問題 而不是這個人被解決 那所以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公務員裡面進行這種系統 是創新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想法 也是就會被你們想要問說 如果年底公口 第十項提案 是否同意民法 婚姻歸於 在英南英語的結合 婚姻歸於 第十四項提案 是否同意民法 婚姻張保障同意 對二人建立婚姻歸於 婚姻歸於 這兩項同事達成 我認為政府會如何處理 以及如何去看待 那這兩項當然 大概不會同事達成 但是假設他同事達成了 確實他就會有一個邏輯上面的矛盾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民法裡面 我們就是先規定說 婚姻是英南英語的結合 但是我們透過民法裡面的 某一個什麼專條 或什麼之類的說 不過同性之間的結合 得等同之嗎 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的話雙方都會不滿意 所以大部分的 這個學者的見解 就是說如果這兩個 竟然都同意的話 那當初做出這個 事先決定的那個 就是大法庭會議 很可能又會需要進場一次 那為什麼我們就是 就是明明當時大法庭會議 就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解釋 立法院就是 拖了就是念多 還沒有提出一個方案 難道真的是立法太多嗎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公共法在同意 同意也通過了 那所以如果立法院 現在端出一個版本 那個版本是其中一邊 或另外一邊的話 我們馬上就會碰到 這位朋友提出的憲證危機 那但是現在是 如果兩個都通過的話 才會發生憲證危機 那這個機率當然比較小 但是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我想就是大法庭那邊 很可能會還需要再做一次解釋 至少就是立法院法規會 會需要跟司法院那邊 去進行會寫 行政院這邊 所有相關的盤禁 其實很老實跟大家講 我們都已經做完了 我們就是不希望造成憲證危機 所以才會一定要 需要等通過才做到解釋 我知道大家非常關心 這些事情 我也非常關心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只能說 盡量希望說 公共是 你就是其中有一個通過 發展 有21位朋友們問說 這位朋友 他雖然不是匿名的 但他的名字叫 問完湯回糖 少冰湯 問完湯回糖 我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概念 但是 相信是大家對食物是非常創意的 我記得這位朋友說 曾經說過他改革 他的教育體質 他的教育體質 已經爛很久了 請問要如何改變 那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是透過同時 調整高教跟國教的兩個系統來改變 國教的話 大家可能有聽說過 明年9月終於要如期上路的這個新課綱 就是我們所謂的12年國教新課綱 那這個新的課綱會先從小一國一高一開始roll out 那這個新課綱就是搭配我們學位授餘法 目前應該已經一讀了 應該明年9月的時候學位授餘法也可以完成 這兩個加在一起會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我們會從以前所謂的技能導向的教育 改成所謂的素養導向教育 什麼是技能導向的教育呢 就是大家在小學這個所謂視性良才 然後開始找到自己的興趣之後 慢慢的到補充高校 像說會不會分流不管你是分組還是分科系 還是分什麼的 總之呢就好像有二十幾個跑道啊 那你選一個跑道 那在這裡面當然會有一些人跟人之間 彼此競爭的這個情況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它會造成人對特定的技能的過度認同 那在這以前工廠法的時代 當然就是台灣的一個區域分崩嘛 但是呢我們在現在去發現說 大概事情都能像這樣子繼續下去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小學一年級 有某個學生他對特定的技能很認同 那他覺得他自己跟這方面 非常有能力的人的話 很有可能在過十二年 就是當他高中三年級畢業的時候 這個科系或這個技能 他完全消失了 因為他被自動化了 或是說他跟另外一個領域合併了 或者是說有各種各種 我們沒有辦法預想到的 新興的科技出現 導致這個技能 必須要用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做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過度認同特定的技能的話 就很容易有種過 就是國民教育欺騙自己感情的 這樣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去盡可能 不要讓國民教育 讓大家有一種好像白絕 或什麼東西的感覺 那所以我們如果不是認同特定技能的話 那你到底要認同什麼呢 讓我們再興奮跟他們 提出了素養教育的看法 那這個其實在歐洲 比較普遍在東亞應該是第一個 素養教育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去學就是我們內在的東西 分成三個 就是自發 互動 共好 自發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看到問題的時候 自己有這個想法 所動力去解決 互動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勇於去跟跨領域 跨世代 跨背景 文化背景 我們進行討論 進行互動 那第三個共好意思是 不要把對方當成工具 也把對方當成就是他自己的價值 試著在不同價值裡面 找到共同的價值 這個叫做共好 那所以所謂的素養教育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當自己願意看待這個社會 和我們進行進行進行 去組對大 外出自己覺得的時候 那麼當新的技能 新的AI 新的工具 各種東西發現的時候 那你就是更省力 因為你的專注 就是在人跟人之間的部分 在每個不同生命經驗的部分 而不是過度認同 大家來做都一樣 那個融合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越來越都會給機器做 但我們的教育 越來越多會 使大家怎麼樣規劃 怎麼樣做植物流程 再設計 怎麼樣去達到這個 就是跨領域的這個共同創造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不怕自動化 然後大家也不會覺得 好像被我們教育欺騙感情 所以就是國教的部分 那在高教的部分的話 大家可能也有聽錯過 所以接下來學會受益法 它可以變成所謂的 讀兩年 你就拿到一個 復學式的一個學位 那在這個過期裡面 你如果一開始去讀這個系 你讀了一兩年 你就想拿去用了 不管是說你加入NPO 或者是自己創個業 或者是加入一個USR專案 或怎麼樣 你就做個一兩年 然後你發現說 你需要一個不同的技術 或者不同的能力 或怎麼樣 那你就可以再轉一個系 以前要考轉系考 或者轉學考 或什麼 但是現在呢 不但你可以透過遠端的方式 來取得學分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 就是自由的轉換這些系跟院 中間 它其實就不是像系本位 現在這個做法 而是院本位 或者是跨學院的時候 你還要送學生的做法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以後當你拿到畢業證書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是什麼什麼西畢業 而是比較像是玩電 電子遊戲的時候 那個成就解鎖 就是你解鎖技能數 這個這個那個那個 然後加在一起 可能過了六年 你解鎖了一些技能數 然後呢你真的完成了一個 社會上升的傳案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去念博士了 那所以就是說 在學用作用法的這個概念裡面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說大學是一個資源 而不是一個階段 不是說大家好像非念大學不可 或者非念個四年六年 才能夠這個出社會不可 大學跟社會在這個中間 是你可以不斷的互相切換的 那任何時候社會只要一有需要 就回來問大學 那如果你在大學學到一個想法 想要實踐馬上就可以實踐 這兩個中間是一個互動的一個過程 而不是像以前一樣 是一個就是先大學 然後再出社會的這樣的過程 所以這個教育體系的改變 我想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不管是大考重新 或者是老師的功能背課 或者所有這些 我想我們現在挑戰最大的 都不是這些技術問題 我們在課發會 因為我當時是課發會委員 大概都已經處理好了 那我們最大的問題 還是怎麼樣去 讓家長能夠接受 說小孩送到這個學校 是為了要達到他自己的人生目標 而不是家長的人生目標 這件事情 也就是要怎麼救救我們的上一代 那但是這件事情 我想是越來越容易的 因為我們現在小一的家長 自己本身也是在教育和解研之後 接受教育 那我們透過一些民調啊 一些統計 其實他們對這種數量表象的教育 接受度是蠻高的 但是當然我高中學生的家長 可能就有一些還在 威權時代受教育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花多一點時間 來進行社會溝通 不過時間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只是因為每一年這個 在教育之後 這個成長的家長就越來越多嘛 所以我其實蠻樂觀的 就是說至少我們現在在小學 開始roll out 是不會有問題的 有三十四位朋友 問說到底要如何脫度啊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如果有一些高年長的朋友的話 魯的意思就是魯蛇的意思 什麼是魯蛇呢 就是loser的意思 就是說你想做一件事情 然後呢 就是不管是人際方面 或者是環境上 或者是經濟上 但是一直做不起來 所以我們就是覺得說 欸好像是人生的輸家這樣子 那我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 你如果覺得這個是一個零和的遊戲啊 就是有贏家有輸家的話 那當然百合輸的人就輸掉了 但是呢 因為我現在想要穿的衣服 這十七個顏色 是所謂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從2013到2015年 聯合國去問了全世界一百多萬人說 你到底想要看到 這個怎麼樣的社會 在2030年 大概有什麼共同的願望 放了一百萬盞天燈 然後看來把這一萬盞天燈 把它變成一百六十九強 互相加強的目標 叫做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你不管在做哪一個 對另外一百六十八組人 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 所以這是為什麼 現在社會創新 是以永續發展目標 作為這個就是基本的價值 原因就是因為當你創業 如果你只是想要賺錢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失敗率很高 或者是說 如果你有些社會的這個 參與的想法 比方說脫爐 那如果這個沒有這個很成功的話 你可能也覺得自己很失敗 或者是說你就覺得說 我想要解決塑膠垃圾問題 我想要靜探 但發現你旁邊關心的只有你一個 你會覺得很孤單 但是呢 如果我們現在在創業 或者在做不管USA 或什麼project的時候 你一開始就是做 所謂的三重底線 Trip or bottom line 就是說你一次就想要 同時照顧到經濟環境 跟社會的永續 我還可以舉一些例子 那這樣子的話 你大概很難 三個同時失敗 即使你沒有找到這個商業模式 那中間可能也未見人健康 做出了貢獻 即使呢 這個你在環境的這個環保上面 你來業務實現 至少你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誒脫爐我機率就增加了 或者之類之類 所以就是說 只要你願意就是同時照顧 三個不同的底線 那基本上 這三個很難同時失敗 那你在成功的部分 可以幫助大家參考 你在所謂失敗的部分 就能讓大家知道說 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從不同的角度來做 所以我想擴大大家的關懷 然後去做這個 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而不是認定一件事情 然後覺得沒有做成功就是失敗 這個呢 那我想就是脫爐了一個很好的一個方法 那另外呢 這個有21位的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針對這次演講的題目啊 區塊鏈的發展 已經是目前全球網路科技的趨勢 請問你 對加密貨幣的看法 這筆對的發展會更好 或者是泡沫化 不過呢 有20位朋友的題目 就只能去動議 就是問我講它 可不可以慢一點 當然可以慢一點 那所以呢 這個加密貨幣這件事情 其實是建立在一個新的技術上面 這個技術呢 就是叫做分散式帳本 也就是Districtive Fleture Technology DLT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上面 分散式的帳本 跟加密貨幣的關係呢 其實加密貨幣是一個應用 分散式帳本是一個基礎的科技 分散式帳本 這個大家可能很容易理解 就是大家手上的文本帳 每個人都會往裡面寫 每個人寫的呢 在每個人的手上 都會忽然間發現 但是呢 你不能去圖蓋 別人已經寫過的東西 寫下的資金就不會消失 而且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任何人都不能夠去否認掉 前面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這個就是分散式帳本資訊 那DLT當然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發明 因為它可以讓大家用比較便宜的方法 就獲得一定程度的責任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在這個 有一個社會企業啊 叫做杜杜克 他是做群眾募資 這個群眾募資 大家可能都已經 這個參加過很多了 我就不解釋什麼叫群眾募資了 但是呢 我這邊想要特別講 就是說 我們在 劉魯斯中心啊 就是應該是 這個 就是 那個尼泊爾水災的一個案子啊 大家在這個 尼泊爾水災的時候呢 都踴躍的去捐獻 然後呢 希望大家 這邊也有這個 曼菲爾啊 哈曼爾啊 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所有的這些群眾部分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在做的事情呢 大概都是 非常國際性的 像中央大學 尤魯斯社會企業中心 就在尼泊爾 2017年洪水災後發起 一個重建的計畫 但是呢 如果沒有分散是這樣的的話 像這種 要經過各個不同的 各國的NGO組織 大家最困難的做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擇性 擇性就是所謂說到做到 我說這些要發給災民 我到底有沒有發給災民 我說這些要在國際上面去 送到哪個地方去匯兌 它到底有沒有匯兌 它匯兌的價格 如果有沒有被人吞掉啊等等 那這些東西其實呢 如果是任何一個網站 它自己可以篡改的的話 那其實 其實別人沒有什麼辦法知道 但是因為它用了所謂 分散式帳本的技術 以太方的這個技術 我們就可以看到 每個人捐了多少錢 而且這些錢呢 到底是什麼分配 一手一手的這樣子分配下去 那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它也是法幣嘛 就是尼泊爾當地的貨幣跟台幣 但是呢 因為這個區塊鏈 不可篡改的特性 所以即使這個網站 我們都還是可以自己 重建這個捐款資金的模項 而且這個網站的站長 如果儘敢篡改大家的資料的話 那馬上大家就會發現 所以因為有這兩個 責性的一個條件 所以大家就比較願意 放心的去把上款 這樣子捐出來 所以我這邊首先要講的是說 分散式帳本 是一個已經成熟的應用 它沒有泡沫化的這個問題 但是呢 在上面的加密貨幣這個事情 確實是所謂炒幣啊 這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 它確實是有可能泡沫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 在一個很 這個底層 剛剛講已經很完整的 這樣一個技術上面 它都會有一個叫做東西 叫做潮磁曲線 就像hype cycle 那hype cycle 是一個非常常用的一個 Gothman的一個分析工具 它就是任何一個新的技術 當它出現的時候 它其實是慢慢慢慢長大的 但是呢 當它只能解決幾個問題 大家卻以為 它能夠解決世界上 所有的問題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熱情 有很多投資者 有很多東西跑上來 所以它那個潮的程度 就會多於它技術 實際比較像線性成長的 那個程度 然後呢到最後 大家就會很幻滅 但是幻滅的那個時候 其實才是這個技術 開始承受的時候 所以說現在加密貨幣 它到底能不能夠 一定程度的取代現金呢 以目前它每秒能夠清算的交易量 跟它擇性程度 我們如果跟信用卡系統 或者Swift系統相比的話 它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但是它都原來可能沒有到這個程度 所以就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那這也不是什麼壞事 就好像說 我自己在當年 1996年創業的時候 也有非常多的熱錢 投入所謂的.com bubble 就是說好像什麼東西 都可以加一個.com的網站 就是把它取代 那雖然非常多投資人 投進去 然後協本無歸 但是呢 大家到底有沒有 因為這樣的關係 更少用網際網路 我們沒有啊 我們其實每年都更多人 來用網際網路 世界上現在大部分的人口 都被網際網路 所這個覆蓋住 所以其實.com 它只是讓投資人 協本無歸 但是投資人 協本無歸之後 幫大家都付了學費 那這些學費呢 就可以讓基礎研究 就繼續往可能5G 這些部分去進行加強 所以呢 當這個東西 結束之後 它會到一個.com 就是大家真的知道 這個技術 應該要怎麼使用了 然後銀河的歷史 又翻過了一頁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泡沫化是必然的 但是走向更好 也是必然的 這兩個不是互相排斥 這兩個是互相發生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你看到泡沫化的時候 要想說 其實本來做基礎研究的 這些數學家 本來都沒有什麼 很穩定的收入的 那但是因為加密貨幣的關係 他們現在各個都是千萬富翁 所以至少去做基礎研究的人 他的這個收入是 就是解決他的收入問題 那這件事情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真的需要多一點人 來做加密的基礎研究 有28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台灣目前有哪些產業 具有發展的潛能 未來人工智慧 是不是真的會改變 台灣的勞動結構 以及對於 生活到一個月的公投 有什麼想法 這其實不是很公平 而這是三個問題 但是28位朋友們想要回答嗎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按照這樣子的順序來回答 台灣有哪些產業 具有發展潛能 我們這個其實有一個叫做 smart.taiwan.gov.tw的一個網站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的一個叫做 數位國家的一個vision 那這個vision呢 其實我們在做的 大部分都是底下的這些工作 就是確保說大家有跨領域創新的能力 如果我們的法規打造大家 我們要及時去修改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讓上面這些東西長出來 上面這些東西每個又有一個自己的網站 好比像說是smart.taiwan 那AI呢就有AI.taiwan 那bio呢又有bio.taiwan 然後呢這個社會創新呢 又有SI.taiwan等等等等 那然後這個是這個生技醫療產業 那其實它本來有一個比較短的網紙 叫做bio.taiwan.gov.tw 但是呢這個我們醫材醫療的朋友們就說 其實看到生物不會想到醫療 所以呢他們一定要把Map這兩 這三個追放進去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網域的名稱是比較淺的 所以你用bio.taiwan bio.taiwan 都可以連到同一個網站 那就是每個人一顆籃球的意思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不只是這邊Digiplus 這邊所列出來的 大家看到這些產業 是我們覺得台灣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 我們現在也特別的講的是說 我們不一定要發展出一個產業 我們可以發展出一個服務模式 那這個服務模式本身也是可以輸出的 我知道這個大家都會覺得很抽象 所以我們馬上來講一個特定的一個例子 因為今天理論上好像應該是 這個台灣社會創新發展局勢的 所以我們就來講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例子 剛剛我們提到說 社會創新就是把看起來像零和的這個遊戲 變成是一個各方的不同的立場的人 都能夠找到共同價值 然後一起來集思共地解決 所以我現在就提一個不是產業 而是一個叫做設計思考的這樣的概念 設計思考就是把企業的力量 把社會的力量 把環境保護力量 把治理的力量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解決同一個問題 這個在日本其實比我們現在所說的這些產業 一直都要悠久 不管是倫座社形態組織聯盟 NPO形態寫案 公司形態理人 這個題目大概都已經做了超過20年了 那我現在跟大家花三分鐘分享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叫做點點善的一個社會設計的一個團隊 他們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他們一直去看比較社會上處於弱勢的朋友 然後找到一些他們處於優勢的地方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視覺設計很漂亮的 都是喜漢兒所畫的 所以反而他們的藝術填分其實是超過我們的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另外一個例子是他們跟盲人合作 讓盲人在那個微微的光線底下 然後畫出他們看到的世界 那這個也有非常的藝術性 那像他們最近發起了一個叫天賦城市的一個計畫 就是去把接賣者 大家應該知道接賣者 就是做著輪移可能行動不太方便 然後他可能有一些衛生紙 或者是一些口香糖 想要就是購物 讓你購買的這些朋友 那他們做的方式 就不把他們看作是弱勢者 而是用服務設計的方式去檢討說 為什麼大家比較不跟他們買呢 因為他們我們不知道說這個錢會流到哪裡去 他的這個pitch 他的business model不是很清楚 那又或者說他可能就是說 所以說詩詩小姐行情好 那但是他第二次跟他們相處 還是說詩詩小姐行情好 這表示他的CRM 就是他的客戶的關係經營呢 可能呢也不是做得很好 那第三個就是他們的供應鏈管理 因為他在菜買的量的關係 所以他賣出去的這個單價呢 其實也沒有比便利商店來的便宜 那以上呢都完全不是把他們當作作為弱勢 就是當作一個就是商業模型來進行分析 那接下來他們就去找到 好比方說生活照顧只能訓練 有一些照顧人身百味的朋友 能夠去讓他們就是很專業的去進行互動 台灣也有很多做服劇的朋友 能夠幫他們把輪椅改裝成一個很時髦的電動車 不但有一個螢幕還可以折下一個很港雨板等等 我們待會看到設計圖 那第三個是說有一些地方 好比像說在推畫博啊 或者是這個在推這個公平貿易啊 或怎麼樣啊 那幫忙去找到這些城市一些特殊的這個產品 讓大家必須要來這些地方採買得到 那但是最厲害的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並不是培植一個新的產業 它是結合所有舊有的產業 然後去進行一個社會設計 他們在完全只有一個草圖 就是石頭湯的這個階段啊 就PO到群眾密資品牌上面 然後說大家只要捐十萬塊錢 每十萬塊錢我們就做一輛這種車出來 那當然這個台灣人嘛 善心是非常這個充沛的 他們要募八輛車一下就募到了超過百萬 可是呢 就像我這個有出錢的人 就不想看到他們的時段 所以他們事實上並不是只是目前 但或者是想法 所以呢好比像說也有朋友提到說 他們有這個Wi-Fi的地方 這些朋友可以當作Wi-Fi的熱點 或你走一走你的手機沒電了 這些朋友可以幫你充電的那是一台電動車 那在快速通電的時候 他就泡了杯公平貿易的咖啡給你喝 那又或者第三個 大家注意到這個地方 可以放折疊傘 所以他也許可以變成就是 社區的愛情預算的提散地等等 他們收到了就是非常多處理 百計的各種各樣的主義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就發現說 我們看這些朋友的眼光就改變了 所以說我們聽這些主義 就不是把他們當作弱勢 而是用一個所謂的商務妥善的角度 發現說有這些大家smile真的很好 比起你這個務一個人在那邊一直主義的牌子 實在好不太多了 所以它的能動性 它的社會的貢獻 就是靠這樣子的方式 去把它建立起來這個模式 我們就可以擴展到整個國際去 所以我這邊特別要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台灣是公民社會的 不管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大家也公民不服從的程度等等 都是這個世界數一數二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發展潛能的應該就是從 各位看社會不順眼的地方 然後試著找出能夠兼顧社會 環境和經濟的方法去解決它 那我們這邊的承諾就是說 我們一定是保持著一個打不過就加入的態度 去幫助各位解決問題 而不是說去消滅發現問題的人 第二個問題是說 未來AI員工智慧 是不是真的會改變台灣的勞動結構 絕對會改變勞動結構 如果是學社會工作的朋友 可能有聽過職在 就是職務流程再設計的這個概念 那職在其實我們當然以前是說 有一些身心狀況比較不一樣的朋友 像剛才提到的喜憨兒 那他們有一個這個加工廠 食品加工廠 那以前可能是一個人就可以做完的 這樣的流程 那就是所謂一條龍馬 這個就是那條龍馬 那但是呢 他現在就可以把它切成三四段 那一定有一些特別段都特別適合 這些就是方氏症或其他朋友們 來進行工作 就是要職在 那我們在AI的發展的過程 我們發現說 AI其實也是某種身心狀態 比較不同的朋友 也就是說 他們的特性 AI的特性 是說當你的輸入格式非常固定 輸出格式非常固定 中間你會累積這個資料 在這個累積資料過程裡面 每一個人來做出來的判斷 你隨著經驗的累積 你只有比較準跟比較不準 比較快跟比較慢的差別 你沒有人跟人溝通 或者是說每個人不同生命經驗 每個人創作的成分 這種工作我們叫做Tribium 那Tribium三分鐘可能就是榮吧 榮的工作 榮的工作不重要 但是每個人工作裡面都有榮的成分 好比像說一代小學的數學老師 他可能教數學的時候有非常多不同的成分 在當他批改這個死責運算的考卷的時候 那個就是榮的部分 因為你誰來批改都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AI就可以介入 你就可以用手機掃過去 然後做批改完了 所以在這裡我們所謂的勞動結構改變 並不是說整個整個行業消失 因為很少要行業百分之百 都是榮的成分 而是說你在工作流程裡面 能不能養成一個習慣 體驗設計或服務設計 或工作流程設計的習慣 去看到你的工作流程裡面 懂得部分 然後把那些部分用AI來做 這樣子第一個你可以早一點下班 工作品質可以 生活品質可以變得比較好 然後第二個你可以多花一些時間 再用創造性的方法 去變得工作 可以創造新的價值 那這件事情才是勞動結構的轉變 那這有一個專門的詞 叫做數位轉型 即是說Transformation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可以去看我們AI.taiwan.gov.tw 就是AI台灣的這個網頁 裡面有明確的去講說 我們要怎麼樣用 所謂引戰代訓的方法 讓所有學AI的朋友 是以實際解決目前社會跟產業 提出來的問題 來當作他們學習的方法 而不是去解一堆練習 那為什麼要引戰代訓呢 因為像台灣自來水公司 他們就開了一個題目說 我們有很多老師傅 他們聽到漏水的點的時候 知道怎麼樣去修復 跟全台灣的管線那麼長 他們要循環一年半 才能夠聽得到每個漏水的點 所以從有漏水到被聽到 可能半點就過去了 而且我如果是師傅的話 我也不想浪費時間 一直聽沒有漏水的點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就拋出這個問題 然後就有一些 應該是碩士班的一些學生吧 幫忙用機器學 一些AI的方式 去訓練一個叫機器學徒 什麼是機器學徒呢 就是他看水量 和老師夫的判斷 他就像學徒一樣 他真的用LINE 跟老師夫去對話 然後去問說 教練師傅 這這樣子是怎麼樣 這樣子我覺得是怎麼樣 那師傅就慢慢的去教他 經過三個月的這個調教之後 現在這個師傅們呢 從有漏水到聽到的時間 已經縮了到以前的十分之一 所以師傅並沒有實驗 而且他的工作 是放在更有創造性的地方 就是他聽到的地方 幾乎一定有漏水 然後他去想要怎麼解決漏水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一個 職務在設計的一個例子 不但老師夫的經驗可以傳承 而且年輕人也比較願意學 然後因為你學的是比較有趣的那個部分 那當然這不是只解決台灣的問題 紐西蘭的朋友 他們本來不缺水的 最後面前現在也缺水了 所以他們就邀這些朋友 我們跑去紐西蘭拜三個月 那在這個時候 他就跟台灣一起來 解決紐西蘭的缺水問題 那他們願意把血壓水流浪資料 交給台灣人 那這當然也是一種外交的戰線 對於勝不到一個月的公投有什麼想法 我的想法是說 這是當然我們第一次這個 比較有意義的 就是全整個社會來進行討論 我們看國外的例子公投 他對這個社會到底投完比較凝聚 還是比較分裂 完全是看出我們這個討論的品質如何 大家在進行討論的時候 能不能夠去基於事實的進行分享 然後不要去否定對方的感受 那好比像說 大家對於婚姻有不同的見解吧 剛剛已經開始就有問題了 那對於婚姻有不同的見解 其實我這邊分享一下 就是在老一輩的朋友 就是比我年輕大的朋友 當時婚姻是所謂的社會行為 是儀式婚 那意思就是說 國家只是在事後去決定 這個儀式行為的一個發生 但當到我 或是比我年輕的朋友 這一對的時候 婚姻就是登記婚 意思說 它首先是一個行政行為 至於你要辦什麼儀式 那是你自己家的事情 所以不同世代的婚姻 會有不同的想像 甚至看到這兩個字的時候 它的想像跟感受 都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們在處理公投的時候 能夠去把不同世代的想像 進行對齊 那這樣的話 公投對於社會國中就有幫助 如果我們沒有對齊的話 那公投當然就會撕裂社會 所以到底公投對社會國中的幫助 完全是取決 大家能不能夠 就事論事的去看到說 對不同的資 不同的神秘經驗的人 會有不同的感受 而且願意去承認一次的感受 大概是才會想法 有36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台廳交層以下的大學 是不是都該廢除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在做USR的時候 就是大學社會責任的時候 有一個口號 這個雖然是口號 但是我是很贊同的 叫做有大學的地方就有希望 有大學的地方就有希望 那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說 大學它應該是一個超越 它的行政的規劃 讓任者覺得說 我本來地方有個結構性問題 不管是產業難以升級 人口流失 這個發生品質 正好分別性 那因為結構性問題 一定都是因為它卡在 某個結構性的狀態裡 任何一個人單獨的去行動 都沒有辦法扭轉 這是所謂的納取均衡法 那大學的重點就是 在用一個比較高的高度去看到 如果大家都願意都做一件事情 就好比像說 剛才那個翻轉接賣者 如果每一方都願意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一起改變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但大學是起到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排行教程之外的大學都應該廢除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會回到 每一個地方的行政區的話 那結構性問題就更難去破除 我反而會鼓勵大家把大學 想成一個資源 因為其實剛才像老師介紹的時候說 我國二就關錯之後就在家資訊 這個其實是一個誤解 因為我很少在家 我都是在大學行停 就是我需要什麼資源的時候 我就去大學行停那房課 那當然因為我覺得姿勢很有熱愛 所以教授們也都很願意我 我在他的課堂 而且反正我也就是沒有一定要去學位 那房間就讓我行停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就是 大學作為一種資源 就像一種思維 因為學習的主動權是在我們身上面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解決社會問題的這件事情 同樣主動權是在這個社會身上的 當然我也知道 USR號稱是這樣子做 但是事實上 大家很多的這個經歷 還是放在這個文書作業 和銷等等這些東西上面 不過這個我沒有再改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大學不應該廢除 大學應該是每一個地方 跨越行政區化 去帶來這種結構性的改革的 這個希望的所在 有朋友問說 聽說我是駭客 是不是很厲害的那種駭客 我這邊跟大家多溫通一下 我們所謂的公民駭客 City Hacker 它其實不是資訊安全的 Cyber Security的這種Hacker 資訊安全上面的Hacker 我們是有分成戴黑帽子的 跟戴白帽子的 看到大家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那我解釋一下 戴黑帽子的這個 資訊安全的Hacker 是說他非常了解 這個資訊安全的這件事情 所以說呢 他就去找懸漏洞 然後找懸漏洞之後 去圖自己的這個利益 話比像說這個用來洗錢啊 或者是用來勒索啊 或者用來做什麼事情 這叫做黑帽子的 資安的Hacker 白帽子的人 他同樣也是找到漏洞 但他找到漏洞之後呢 他會去通知這個系統 然後讓他儘可能快的把它修補上 甚至自己提出修補的方法 所以呢 如果一個系統它是開放的 那白帽骸客先看到了 片帽骸客就進不來 但如果系統是封閉的 那只有像打進來的片帽骸客 才比較容易去看到 那這就為什麼在行政院裡面 通常我自己都會去使用 開放遊戲馬的系統 然後去邀請白帽骸客 去進行攻擊 那這邊這個我就 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區 用的是Sansom的這套系統 這套系統呢 其實跟大家如果有用過 像Slack啊 Dropbox啊 Trello啊 或者Google Doc 其實是一樣的功能 但它完全是免費的 而且自己可以修改的自由軟體 那我每天做的事情呢 就是看我的所有 22位不同的這個同事 每個人在做什麼 用的是用Working Outload 就是工作的時候 不怕別人知道 我們在做什麼的方法 去讓跨部會 27個不同部會的案子 同時在我們這邊去呈現出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每個人都看得到 每個人做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 資安當然就很重要 如果有人跑進來 然後去更動 這裡面的東西的話 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我們實際 部署這套系統之前 我們花了半年去邀請 就是在國際上 Deafcon的第二名的 Deafcon的團隊的朋友呢 就是總統都有接見的 這個等於是我們國手啊 記者國手們 去這個打這個系統 他們打了半年 而且是用這個開放圓馬的方式 那他們找到了三個小漏洞 不是很嚴重 但是他們都有報CVE 就是在他們的行業裡 就是像勳章一樣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一方面他們有Credit 二方面呢 這個總統會接見 那三方面呢 我們現在從明年開始 大型的計畫 都會有5%的錢下來 讓這些白帽還可 來拿我們的系統 所以呢 他們也有不少的錢賺 那這樣子他們才不會 掉入原地的陪案面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是希望讓他們 就是有這個名啊 有錢啊 之類之類啊 那就可以一直保持 白帽的這個狀態 但是呢 我是公民還可 是沒有帽子的 資安呢 我稍微越懂 但是不是我的專長 我的專長是 怎麼樣子去 匯聚大家的群眾智慧 然後一起來達到 某個建設性的工作 那這個叫做 Civic Hacker 就是公民駭客 那公民駭客 做的事情是 去hack政治系統 不是去hack 資訊系統 一個政治系統 是我們常常有些 由上而下 一種威權式 等等的這種體系嘛 那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去建立一個 新的體系 我們不是要去破壞 或者攻擊掉舊的體系 但我們去補 舊的體系的不足 我們透過 橫向的方式 像大家用slider 這樣子的方式提問 或者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電子連署 有各種各樣的平台 去讓大家這種橫向的 聯繫的能力 能夠一起加在一起 解決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並不是去 挑戰舊的結構 但是我們會 慢慢的讓舊的結構 朋友看到 用新的方法處理事情 才可以把事情處理好 那這件事情 是對政治結構的一個 白毛的一個攻擊 但是它不是 對資訊結構的一個 白毛的攻擊 所以公民黑客 並不是自然的黑客 在這邊也是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 活生生的痘逼種 這位朋友 想要詢問說 在學校的時候 應該如何經營人際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好的問題 素養教育當然最基本的就是 不要把對方當成工具 也不要把對方當成工具人 但是呢 是要把對方的價值 跟自己的價值 試整加以融合 那些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些 很基本的例子 舉例來講 像我們這邊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 G01的臨時空屋觀測網 那這個是人際關係 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 在每個地方 關心空氣品質的朋友 當然都有一些 可是呢 如果你沒有組織起來的話 也就是說 沒有一個社會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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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討論的話 那就會融為一個 就是泛泛的討論 那這個呢 就是讓每個人用一個 很便宜的裝置 可能才2000拍子左右吧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測量 PM2.5 或其他的空氣的品質 當然它沒有華高屬的 那個測價那麼準 但是呢 因為你可以裝在 自己家的陽台 學校或什麼 很多地方呢 都用這個當作環境教材 所以雖然沒有那麼準 但是你還比較貼近 每個人的生活 那當你就是很容易的 自己去造這個站點 製造站點目擊中 那這個就是叫做Actionable 那第二個呢 你不怕把它公開出來 公開在這個 G&P的這個 臨時空物觀測網上 不怕別人看到 這叫Connected 那第三個 你不去限制別人 怎麼用這樣子的諮詢 去進行政策的討論 或看到 這叫Extensible 那就是Actionable Connected Extensible 這三個加在一起 人際關係就會忽然變成 你覺得你關心的東西很偏門 旁邊的人都不在乎 但你忽然就會發現 全台灣有兩千多個站點 都非常在乎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一眼 就可以看到 台灣的這個 數位落差的情況 對台灣這個實際有這樣 這個這個站點的情況 那但是呢 政府呢 在這裡面什麼角色呢 就是我們去補大家的補足 這些沒有加到的地方 我們環保數據加 那大家這個感測器的原件 如果覺得這個不夠精確 我們請公民去做 甚至跟它關心這個境外 的空氣污染 那我們就會在這邊 去加一個感測點 那這邊當然是大家 可能公民科學家 就是統好會 大概加不到的地方 因為它在海面上 但是因為我們要加 離岸風機 所以我們就 一定有電嘛 所以我們就會在那個地方 加一個站點 那意思就是說 是大家來彌補彼此的補足 所以再次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挑一個題目 然後呢 像最近流行的hashtag 以前流行me too 我不知道現在在流行什麼 但是不管在流行什麼 你去用一個 快速讓別人能夠有行動 然後做的時候呢 是公開的 不怕跟別人互相這個連結 然後第三個 不去預設它的使用方法 extensible 這樣子的話 你教的就不是只是 整個學校裡面 在意這件事情的人 而是全世界 在意同一個題目的人 那這個時候 你在學校的人際網路 就可以一下子 擴增到全世界的 人際網路 有37位朋友問說 是否認同大麻的合法化 以及開放進口大麻 我其實在那個加入行政院 不久之後 就被要求捐寫 然後呢 這個我就上了捐寫車 然後呢 捐寫車就要求我 這個填寫我的用藥記錄 然後我就很誠實的說 我在阿姆斯特 可能這個有用過大麻 然後覺得還不錯 那然後呢 那位朋友就說 這個錢就不能捐寫 而且終身不能捐寫 然後我就說 這其實沒有道理 對不對 大麻它就是殘留 不可能殘留那麼幾 十幾年嘛 對不對 我是20出頭的時候 去阿姆斯特 他們就說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們覺得 用大麻的地方 這個就很 就是混亂 那用了大麻之後 意識可能不清醒 所以說不定就是 會有什麼東西帶人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這是 一點道理都沒有的事情 但是 總之就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不能捐寫 那所以 至少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污名化的狀態 是應該要解除的 在這個台灣裡面 我們到底要不要開放 這個是可以某種討論的 一個題目 但是像我們這邊 在國外合法的地方 用合法的用過大麻的 好像不應該回來之後 還一直被貼一些 污名化的標籤 我想我們先從 所謂的這個主流化 跟去標籤化開始吧 然後我們慢慢再來 討論就是我們 作為一個社會 對這件事情的 接受的程度 有34位朋友們 想要知道說 聽我回答問題 真的是又快又精明 可不可以教我們 我們如何培養 這種隨機應變的思維 可以啊 其實這個秘訣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你不要急著解決問題 要跟問題相處久一點 全部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 尤其是像我們受理工學年 我們很容易看到一個問題之後 就急著拋出一個解法 但是呢大部分的時候這個解法 是局限於我們自己的個人體驗 所以呢都是片面的解法 而且很可能是毛骨 因為對方問問題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個不同的生命脈絡 那我們如果直接用我們的生命脈絡 抛上去 那這樣子的話 它大概就是腦骨 腦骨雖然是就是很補啦 但是補的大概就是錯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不要急著解決問題的話 你就不會犯腦骨的錯誤 你可以去實際看說 針對相同的事實 大家有什麼樣子的感受 然後呢對大家的感受 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一個了解 這個其實當然也是 我們選資訊的人 可以幫忙的地方 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有一些新的討論的方法 比方說像這個叫做Police Police呢就是我們常常用的一個 AI在討論的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是這樣子的 就是當你進入這個Police系統之後 你有一個藍色的圈圈 你就可以一次看到你所有的 Facebook跟Twitter的朋友 像這個例子 是當時Uber進入台灣的時候 大家對於這件事情有什麼感受 所以我們花一個月的時間 不急著拋出解決方案 我們就是為大家感覺怎麼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有共同的一些事實 大家都可以共同的事實 但是呢 我們不跳到解決方案 我們就是問說 你覺得如何 每個人都可以說 我覺得很高興 我覺得很憤怒 我覺得很懷疑 什麼都可以 那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凝聚到大家的共同感受 這個時候再去找幾個方法 那最好的幾個方法就是 可以照顧到最多人的感受 那當然我們透過一些互動設計 你每次按別人的感受 同意或不同意 你的位置 就可以在這裡面 就是跑到跟你比較像的地方 但是這個空間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 你沒有辦法按回覆 就好像現在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看到一個問題 你沒有辦法做人身攻擊 你沒有辦法去攻擊那個 提問題的人 你沒有辦法去貼表情包 或者是說 一些貓咪圖啊 這些東西 而是說如果你看到這個感受 你也想分享一個不同的感受 那你就提出來 讓其他人去進行討論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在這種不能夠恢復 只能夠互相加強的空間裡面 大家都會花一些些時間 確保說 好那我們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絕大部分的時間 都會花在確認彼此共同的感受上 當你收集大家的空間感受的時候 你之後再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全面的回答 而不會急著跳到一個片面的解決方法上 那這個時候 任何人的反應都可以免壞 因為你的腦袋 就已經有一個各方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的一個全局的一個觀點 而不是一個片面的觀點 所以我想就是 大家碰到一些新的公共事務的時候 試著找到這個公共事務 到底有幾邊 例如說剛剛那個分別品權 可能有七個不同的主要立場 你試著把每一個立場都佔那一邊 你試著佔全部的 and taking all the signs 試著去幫每一邊說話 那當你能夠幫每一邊說話的時候 你就忽然發現說 真的每一邊都有它的道理 然後加在一起 你才可以看到一個 不讓任何人覺得感到受傷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個解決方案就是所謂的社會創新 因為它不只解決社會問題 而且它捲動了整個社會 來一起解決問題 所以有這樣子的方式 你碰到同樣的這個類型的題目的時候 你就不會急著去跑出解決方案 而是可以容易的工程 竟然可以完成 我甚至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那但是就是病校之後 我想這個新的 identity 就是大家的這個彼此的認同 到底要怎麼樣互相建立 這個我想不是只是校房的事情 也不是只是現有的學程 要改成什麼 大家都可以同意的名稱等等的問題 而是透過大家彼此的教練 甚至透過直播啊等等 不同校區中間的交流 大家慢慢的找到共同的價值 不管是有這個70年還是40年還是20年 還是多者的歷史啊 新的這個部分 就是靠大家建立共同價值 一起做一些跨領域的專案 來建立這個新的價值 有32位的朋友們說 這個高雄每天晚上都在偷排飛行 難道環保局都抓不到嗎 成天只想開出二行程的老車 是不是官商勾結呢 其實是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就是環保署有實際的機查人員 他們有很多的工作 目前就是在所謂的trip 就是軟的這個情況 就是他們碰到舉報啊碰到什麼 目前並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我們都進去輔佐他們 他們就有點像是 剛剛講到台水的這個老師傅 在引進AI之前 他要就是學會各地去停漏水眼的那個狀態 所以說我們當然也需要引進新的技術 來幫助他們製作這件事情 那我這邊有個公務門的答案 跟一個公民社會的答案 公務門的答案 如果你是學這個資訊啊 災害防救啊等等啊 我是非常推薦大家去加入這個民生公共五聯網的計畫 ci.taiwan.gov.tw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去跨部會的 把我們所有的就是相關的這些 就是感測器啊 包含民間剛剛講的那個空氣盒子啊 等等所有這些東西 先放到區塊鏈牆每個份副門 確保我們不會竄改大家的資料啊 然後再讓所有能夠研究的朋友們 實際去找出怎麼應用這些資料 來讓空氣品質的監察啊這些 能夠更有效率的方法 所以我們每年會辦這種比賽 今年才剛揭持收單嘛 就是每年清早 但是這個首獎 三百萬 二獎一百萬 其實理工務門來講 算是蠻多錢的 那我們也會希望說 國內的團隊能夠用國際合作 因為我們這個是國際的 sensory things 就這樣子一種共同的API 所以這些過程裡面 任何能夠去促成我們這個執法 或者是機場或者是預防 更好的這些朋友們 我們都非常歡迎加入 以上是業配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公民社會的部分 這個是我比較有興趣的 就歡迎大家加入公民組織的這個專案 它是 就是 諮詢公民和透明 無萬無所遁形 他們也是 特別是 重目次 而且我也有捐錢 還拿了一罐啤酒 現在還沒有喝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出去吧 就是超標的工廠啊 這個空氣品質指標啊 然後跟大家實際這個 舉報貢獻的這個情況啊 我還是不要點任何一個點好了 因為可能會得罪人啊 但是就是什麼大家都可以在這邊 用公民科學的方法自己去進行這個調查 然後呢也去敦促公部門 去把資訊 該公開的資訊 都進行公開 那這個呢 就不是只限於你去學就是 環境科學 或者是資訊科學的朋友 即使你是學行銷 學設計 學所有這些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網站啊 比起公部門的網站 可能還需要一些設計人才 就這個加入 所以就是說這是NPO 那很歡迎大家參加 這是我個人覺得說民間要 有讓政府看到說 我們可以這樣做事情的方式 然後政府呢才能夠去回頭 來告訴政務官說 欸真的民間是這樣做事情的 我們應該要去結論民間的力量 那台灣的可貴之處就是 民間這些NPO的工信力 往往比行政院要來得高 所以說也很歡迎大家加入這些 工信力比行政院來得高的單位啊 不一定要加入行政院 以上是真心患不是業配了 好那所以就不管是透明足跡 還是民生工無聯網 真的都很需要大家來加入 那這是就是具體的一個回答 有三四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對高雄市市場候選人 曾經代我原本韓國瑜的看法啊 欸我是新北市人啦 所以我是不會對這個 其他的這個市場的候選這個表達看法的 大家可能知道他們之前想要我去選台市場 而且我沒有答應啊 我是說我就是專心做外交 所以我目前的這個態度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我們盡可能的用一個橫平的方式 去呈現所有的人的證件 那我也有不敢說指導啊 要輔助這個GNV這個臨時政府的投票指南的這個專案 這個呢是很推薦大家 有個市媒體去看一下 這個叫CancelsGNVTW 就是Vogue台灣投票指南 那這個投票指南呢 就包含每一個市長 每一個市議員的候選人 每一個公投的案子 每一個縣市議員的提案 所有的表決這些東西 全部都在這邊能夠做呈現 而且這不是只是中選會那種公報式的呈現 它是有累積每一個人的所謂的政治的這個履歷啊 所以他比方說 我們應該要來找個縣市議員 然後呢 這個找個 我是新北市人嘛 就是新北市 然後呢 這個我是 新北區嘛 我們就是新北區 然後呢 他就會這個實際顯示出來 我們所有人目前都在參選的 這個 這個 數黨的吳國偉啊 國民黨的陳怡君啊 然後民主政府黨的陳怡君啊等等 但是呢 這個完全沒有任何 bias 你每一次重新refresh一下 他的選舉就不一樣 然後 顏色也不一樣 所以他完全沒有這個 這個就是 排序的這個問題 那裡面呢 這個 每一個人的政治履歷 如果他是第一次選的 不管他是市長 或是 選的候選人 他可以有一個政見發表的平台 如果是一些這個 曾經有過政治工作的 這個工作的 那他可以就是去看說 對於改善交通和聯署 還有什麼提案 那對於這個 疏解圖成 交流道 整合水土保育相關工作 建議配合款啊 所有這些東西 到底用在哪裡 還有包含他 當年競選的時候 花了多少錢 增值獻金 都是哪些公司給他的 所有這些東西 都會在這邊去具體的去顯示出來 所以說不管是大黨或者小黨 不管市長或是議員或公投 大概在這上面 都是客觀的資料 或者是網友自己透過 其實公開的競選公報 跟市議會或者質詢 實際上去整理出來的資料 所以可以很快的 你就可以了解到 你所在的這個選區的這些委員 或者市長候選人 他到底值不值得去投票 那所以我的工作 其實不是去幫哪一隊 或幫哪一隊加油 我是幫每一邊 都能夠想辦法 說清楚他的這個證件 然後讓大家自己來選擇 這是我的具體的工作 有三十六位朋友們 想要知道說 對於現在Youtuber太陽增長 但是素質做廣告 把你成為的智商 沒有廣告就不可以降低 可是因為網路的宣傳 力過於強大 社會上帶了很多負面的影響 像是小玉這個案例 有什麼看法 而且這位朋友想要對玉粉 表示抱歉 那 我們要評論特定 這個比較好的 但是很高興這位朋友 有注意到大家的感受 我今天有兩個具體的建議 一個是說其實Youtuber 他就是在傳統以前 就是我們只有電視台 或者只有廣播的時候 只有有掌握那個廣播電台 或電視台的有能力說話 給上臺灣人聽 那是一個一對多的一個關係 那當他網際網路發明的時候 其實忽然之間每一個人 他只要有能力 有一個webcam 他忽然自己就變成一個電視台 忽然自己就變成一個這個 所謂的自媒體 那但是呢過去這樣子的一個年代 因為技術的關係 他是一對多的時候 政府是可以用好像NCC 對這些有些最基本的要求 他如果沒有做到事實長證 他如果沒有做到一些最基本的 這個新聞的素質啊素養啊等等的話 那當然我們是可以 對他有一些管理的一些 甚至有一些罰則 但是呢當現在就是每一個人 都是媒體的時候 理論上媒體應該還有的那些素養 並不是在大家的這個小學課本裡面 或中學課本裡面就有的 雖然從明年開始 我們就會放到小學課本 跟中學課本裡面了 就是所謂的公民媒體素養 但是就是本來還沒有嘛 那所以在就是我們新客剛上路 而且高中很多據說已經要開電競 這個專班啊等等這些事情的時候 大家可以透過電競 然後進入這個某個高中的特殊專班 或者是校電選修 然後選的時候 大家就透過電競 來教你怎麼當YouTuber 怎麼樣當一個有職業道德的YouTuber 當然我們讓人覺得 新客剛這個很好啦 那但是當現有的這些 還沒有完整的媒體素養 訓練的YouTuber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們作為閱聽者 我們是有相當多的能力跟權力的 我們可以去對這些YouTuber 去進行一些要求 我們可以去說 我如果覺得就是你的素質 或者是你的媒體素養 怎麼樣可以更好的話 YouTuber的一個特性就是 他還是會看他的 不管是即時互動 業配留言 或者是所有這些東西 YouTuber大概都是這種 雙向或多向互動 就是相當強的一些朋友 所以只要他的閱聽眾 不管是粉還是黑 能夠有一個這個很具體的建議 那這個具體建議 對YouTuber來講 是他很容易達成 而且他也就是能夠扭轉 他的這個社會形象 大部分是願意去採納的 那其實當時用群眾負資 去推這個YouTube頻道 最早的之一就是台灣爸 2014年底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他們的整個方向 大概就是靠群目的人 不斷不斷的去跟他們去溝通 然後慢慢變成就是越來越優質 不是他們一開始做的不好 越來越優質的這個媒體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圍起這個多向的活動 要了解到我們每一次留言 我們每一次互動 我們每一次寫這個愛之生責之切的 這個留言訊息給YouTuber的時候 我們同時也是在影響媒體的產製 所以這件事情我想 不管是粉還是黑嗎 都是可以變成參與這個production 就是參與製作的一個部分 有27萬朋友們想要知道 核能發電對於民生經濟 跟物價的影響 以及目前高階核廢料的處理的一個難處 當然核能發電也是大家很關心的一個題目 而且現在也變成第10個工作題目了 那當然我一貫是不去特別評論工作的題目 不過我這邊兩個想法 一個是說我們現在有所謂的 這個新一代的這個核能工程的研究 如果各位是學核供熱的話 確實可以看 像是比爾蓋茲他們都在試著做 所謂的核對料發電的這個新一代的反應爐 那這個新一代的反應爐如果做出來 現在問題就是我們不知道太像核融合一樣 是說當年說5年之後就做出來 結果過了20年還是什麼都沒有的狀況 但說不定說融合明天就有核能系統了 你也不知道 基礎科學就是在 那如果你願意投入這個研究的話 那當然全人都會很感興奮 因為如果有一天核通常可以發電了 然後也可以解決核擴散的問題的話 那當然我們現在對核能量很多疑慮 它確實是可以有效的排解 但是我們這一代的核電廠 就是還沒有這個黑科技發現之前的核電廠 它確實是有非常多的疑慮 那這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願意投入這種基礎研究 就像投入加密貨幣或者分散市場的基礎數學研究一樣 這是非常值得投入的一個題目 那但是在目前的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社會情況之下 我們就是先用剛剛講的台灣海峽得天獨厚的那個地方 去做黃金嘛 去做鐵岸的發電 那這個部分至少我們在接下來可以發現說 它可以供應的這個電量 其實超出我們的預期 所以這個部分是還不錯 但是如果你能夠早一點就是把核廢到發電的一些問題解決的話 這個當然是很好 有27位朋友們問說 是怎麼發現自己是跨性原者 家人是不是支持我 家人當然支持我 我怎麼發現呢 大概有幾個時間點吧 一個是說我在開始出頭的時候 做一個這個基礎的這個健康檢查 然後檢查的時候發現說 就是搞不同的這個比例 是大概剛好介於就是正常男性跟正常女性的中間 那意思就是說 差不多等於70幾歲的男性的搞不同的這個比例 所以這可能就是我不知道跟我神天性的心臟命理卻有一些關係 反正總是在發展的時候 我的腦部是處於一個 差不多介於兩個限別中間的搞不同的濃度的 那這個是一個事實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也經過兩次青春期 因為當我發現這件事之後 我就覺得說 那我這樣不用吃什麼抗酸激素 我只要稍微補充一些就是女性肝膜 我就可以經過第二次的女性的青春期 所以大概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又經歷了一次青春期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大家的一些低手的經驗 我可能都有 那而且另外就是說 在這個去統領 就是在不同的情況下的朋友們的時候 我覺得是確實是比較感受比較豐富的 那因為經歷兩性不同的青春期的時候 包含大腦對於這個身體感受 對於同情形、同力形等等的感受 大概都會經過一些不同的發展狀態 那這些發展狀態就是好像 一個人的能夠這個唱的聲調的這個range 或者是能夠這個腸道的味覺的range一樣 range 比較寬呢 當然在同力上面就比較有幫助 所以這是一件事 那家人當然一向是非常有支持我 那一方面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做資訊工程 所以其實電腦完全不配合你的性別 所以其實這個性別怎麼樣 跟電腦之間的關係都沒有的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我家人其實也都是不會被特定的性別展現的角色 所有居屬的人 所以他們也覺得說 其實本來range 比較寬一點 不是一件壞事 所以那家人的人都是蠻支持我的 有個人想問說 請問高科大的校徽啊 是不是在選黨徽啊 而且這個小孩用了一個同名字啊 我每次在這個大學演講的時候 都會碰到這種domain specific的問題 就是像我去中山的時候他們就問我說 為什麼學校都要脫掉我們的摩托機 我怎麼知道 為什麼學校都要脫掉我們的摩托機 學校都要脫掉他們的摩托機 那所以然後 然後像剛剛早上是在這個高雄大學嘛 他們就問什麼 為什麼籌隊練球的時候會有什麼廢棄啊 我怎麼知道他們練就成了什麼廢棄 對 所以像domain specific的問題 我可能就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如果待會兒老師們要回答 我是不會的 對 那有三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我可能就要練快一點了 可能對昨天有趣發想 博爾丁存在 對於台灣信心的發想一定的必要性子 文化新機場也有方法國力發力 而即時性能像是文化平2.5 空無大於空無有 文化 信心政府對兩者的取捨 文化女人真的能夠取代現在的取捨嗎 文化想推崇無錫的空力發力 即拜一下 多久都能夠改變文化 能不能夠由國家主堡 屋頂條加裝太陽能板的話 是能夠隔月要能夠發電主堡嗎 順便這就是個 文化文化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這就是文化產業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在規劃說 當這樣大規模的 文化太陽能板之後 他們過了十年左右 慢慢就會開始有些 會消的問題 那其實就像 就是大家對於就是 污染的防治 現在都是 擁有一個最高的標準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建立一個 完整的recycle的塊塊 就是當這個 就是使用年限到了這個回收 不會造成土地 或者是旁邊有環境的進步的污染 那所以這個加上太陽能板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綠能的部分 那離岸風機的部分 當然我們一開始要付些學費 因為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希望他們 就是國外的這些在 就是英國附近 或其他附近 做系統整個廠商 能夠真的落地 然後培養我們這邊的廠商 也未來能夠去幫其他人 架立岸風機 那所以這件事情 是我們插在 那個合約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那讓我們還插了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想要幫忙 裝空隙間測器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當然在一開始 都會讓大家覺得說 那些國外廠商為什麼要來呢 那當然是覺得說 我們風廠真的很好 那在第一批 現在已經開始做的 是營運了之後 那未來我覺得 我們的風廠目前的平坡 包含未來浮動式的風機 可以往更外海去走 那我覺得這個目前發電量 是超過我們本來的預期的 所以這是還不錯 那當然就是 火力發電有幾次性的影響 這個是確實的嘛 那所以我們現在 就盡可能的 往天然氣去進行修正 那但是這個也是 就是整個能源發展難度的一部分 如果大家在這個東西 有興趣的話 有人叫做 Energy Wine Paper 跟台灣 就是我們的能源 轉型的一個白皮書 那這個不是我弄的是 這個經濟部能源局 跟一些朋友們弄的 這個非常厲害 它就是有一個意見的流向表 它把所有的 所謂公民面對面 各地的這個環團 這個包含這個 對於能源 有所有想法的朋友們 重點的推動方案 在每一區的 每一場的 每一個人講的每一個字 全部都進行列管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的流向表 它是怎麼樣去分類 然後哪些是加入其他章節 哪些誤會連除 甚至你可以看到工作 效果的完整的回憶記錄 所以這個轉型白皮書 應該出版出來 你就可以回推裡面的每一個字 是當初大家提出什麼疑慮 按照什麼試算模型做到的東西 這是一套 我們叫做神醫系統 就是Deliberative System 如果我們 二十年級就可以這個的話 現在根本就沒有能力的成語 但是就是 這個來生可追嘛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在接下來 能轉型的過程裡面 如果大家對裡面 任何部分有疑慮的話 非常歡迎到 NHYP 然後去看整個討論的流向的過程 今天這個時間沒有辦法 講到非常細的部分 有三十六位朋友們想要知道 重機開放國道已經三讀通過了 為何遲遲不能上路 非常好的問題 我剛剛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問了 很多機車相關的問題 後面要從兩段式左轉 這個明明這個桃園已經實驗了 這個確實能夠降低車禍發生率 為什麼這個地方跟中央要互推皮球啊 不過也有朋友 其實其實都是片面的 因為後面像說雙北也有一些測試 所以其實它會增加這個社會的發生率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地方它的 其實騎機車的習慣不一樣 所以第一個是說交通部 我覺得是要看地方政府的態度 為什麼看地方政府的態度 並不是因為退皮球 而是因為每個地方 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 確實有不同的見解 那為什麼有不同的見解 所以每個地方交路規劃變大 跟騎機車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剛剛就是先順便回答 剛剛那個兩段式左轉的 我覺得隨著越來越多的實驗區 實驗證明說 就是現在左轉方式 或者並行的方式 可選擇的方式 路面標示的方式 能夠變得更好 那就會越來越多人開始 擴散這樣子的創新 但是如果沒有讓當地的政府 用實證的方法去做的話 大概我們沒有辦法 用程度去硬回啊 那這真的是地方條例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他們其他政府 都有蠻積極的在做實驗的 那至於這個 中心變化國道三度的這件事情 因為他的事情日期 是交通部定時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 說說什麼 我不是交通部的整位 但是呢 我當然這個 我會不會去了解一下 因為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其實這個很想錄 有三十位朋友們說 對了 這個有位朋友追問 我剛剛說這個追問 我會回答 這又是機車的問題 我想機車問題 我們就這個一併問了 蘇花改變 所有機車都不能夠通過 包含大型重機 讓機車主要遠路 遭遇落實危險 而交通部去丟出一個 上以後長期暴露在隧道內 會是行上以後有何看法 我要把上下以後念出來 是因為 基本上交通部在規劃這個之前 他其實並沒有去做 就是長隧道跟機車的相關的研究 他們是在規劃完之後 機車進行機制 進行組織 抗議之後 然後才說 那我們做一些study 所以在一開始分流的時候 他就變成是說 他分測通行的時候 他沒有那個數據去支持 他只是說 有這樣子的危險等等 那當然一方面 我們可以在隧道裡面 裝空氣品質的三次 這樣子就會有很客觀的數據 那二方面 因為這個study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分時不斷通行 或者是未來的 就是最新的長隧道規劃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把機車 更化進去 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透過大家的組織 集結報和連署 有的時候是 幫政府採用 有的時候是像月園 拜託我相信才下車 那或者是這個轉方向盤 然後像這個是有點像 彼合器 就是說去確保說 我們以前在政策規劃的時候 你沒有想到的事情 我們在未來的時候 都要先納入先期的規劃 那這個我蠻確定 交通部也聽到了 因為交通部的管理局 在我們開完那次連署的協作會議之後 特別就請我們辦公室 去教他們這一套 就是協作會議的進行方式 這樣子他們在未來 才能夠把機車組的這個聲音 把它納入他的就是交通的規劃裡面 所以我想沒有辦法就是一步到位吧 但是至少這個應該要納入 那種政策的一些絲毫的事情 我想交通部是非常明確的有聽到的 有三十一位朋友們想到之後 就是現在同性戀已經開始對社會所理解 那麼戀統何時能夠被理解 我想就是每一個人 他對於這個不同的詞 都有就是自己的想像 我們像同性戀三個字 那大家看到的就是會有不同的想像 那從古希拉到現在 看到這兩三個字的想像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好像我們對婚姻的想像一樣 我們如果先把這件事情先定義清楚 那按照這個定義清楚的事情 其實大家就有道德可接受的部分 跟道德不可接受的部分 當他定義的很清楚的時候 就不會變成像最近很流行的假新聞 三個字是我覺得不會用的 因為它裡面同時包含了 不是新聞假冒是新聞 跟它是新聞只是事實報道不是 還有就是它整片新聞都沒有問題 但是標題下錯了 等等的各種不同的太陽 那不同的太陽 你用相同的字去形容的時候 當然就會有社會可以接受 接受等等的 這樣子這個草料命的這件事情發生 但是我們如果能夠把它還原 成實際的行為本身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是大家比較容易 就是會是去進行討論 有人朋友追問說 舊的長隧道不會有窒息風險 但是新的長隧道反而會有窒息風險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啊 當然是說 整個長隧道在規劃的時候 就要先把就是機車族的這個行動的可能性 它的空氣品質 可以有沒有輸送空氣品質的方法 等等先納入掀起的規劃 當然是這個意思 可能我剛才講的不夠清楚 真的不好意思 有三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光傳負債已經好幾億幾乎是全台之冠 導致年輕人都無法回來高雄創業等 只能一直飛飄 那麼要如何改變這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我不覺得說改變這些問題是一個很好的一個framing 那原因是說 就像我們常常被問說 為什麼我們AI的這個Paper 就是研究人才 我們只看siccation 或只看這個學術的地產 那是全世界最好的質疑 但是為什麼我們AI人才也是外流 那就是我常常被問到這個問題 那但是呢 從今年開始 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外流的人 比如說高雄出生的路易錦老師 他外流到這個NHIR到微軟那麼多年 但是呢 當這個我們這邊的情況 包括我們外流人才專罰 我們的現在產創條例 新公司法等等通過之後 他忽然發現 首先他回來台灣 是創業是非常非常多實的 非常非常適合做AI 因為台灣才有這種 勇於嘗試 但是又快速沒辦法 你舉出人跟機器有不同的方法 就像一種軟體加硬體的文化 所以他會來重裏 可是他回來的時候 就不是他一個人回來 而是他把他在COTANA那群人 然後他的人呢 就是一團圓帶回來 所以我一直不覺得 人才外流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人才外流 如果能促進對流 那就盡量外流啊 因為就是說 當你外流之後 你才能夠就是獨對打怪 只是說當這個環境 適合這些創新的規模化 跟實驗的時候 他這樣子帶一團圓回來的時候 我們才有新的想法 我們才有新的文化 能夠刺激我們這邊的創新 所以我覺得 隊友才是真正的議題 一直講外流 或者得漂 或者是去怎麼樣 我就是覺得 嗯就是 這當然是一個階段 但是下一個階段 就是你要怎麼樣 才帶一團圓回來 那這個才是我比較care的事情 那當然高雄 包含就是 我們之前在數位建設的時候 有特別說 高雄包含就是 智威啊 AVR的一些群落啊 做一些3D設計啊等等啊 真的是能量非常的衝突 那包含 漢洋相關的一些 研究活動等等 那所以我們就是說 那體感科技 這個體感 就包含AVR的那種體感 然後跟可能 遊艇 帆船 所有這些東西 他大概都可以透過 呃模擬 觀光 宣傳 做這些方式整合成一個 讓大家更認識 海洋 也更認識就是 生物多樣型等等 這種生態系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放在造成就很合適 我前幾天 才在還有一堆拍會 然後我們在討論 東沙是不是 呃 因為檸檬沙複製成功 所以要不要 就是直播檸檬沙 讓大家在這個體感中心 帶上比較的感受 跟檸檬沙 一起游泳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蠻不錯的 那無論如何 所以說 像這些新興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 關在一個地方去想像 我們一定是有 各種各樣的人才 他不要到各種各樣 不同的地方 學到了這些技術之後 但是因為他 就是認同這個地方 所以願意回來 那回來之後 帶著不可能回來 解決這邊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子 才有可能帶來改變 而不是說你不能出去 當然不是這樣子來解決 有30位朋友們想知道說 請問中美貿易戰中 台灣在經濟上的定位 是不是更加的明確 以及台灣的優勢在哪裡 那當然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世界經濟論壇 WF 最近才評價台灣成 所謂四大超級創新者 那超級創新者的意思 其實很簡單 就是每一次 當出現一個新的事物 但是被舊的法規擋住的時候 那個舊的法規 多快地去調整 然後去切合新的創新這個需求 那我們是跟瑞士啊 德國美國啊 並列第一 那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台灣的一個強項 那這裡面我想跟大家介紹 這樣的概念叫做 sandbox.org.台灣 這個是一個一戰式服務網 每一次當你有個創新 被一個地方政府的法規 命令或一個中央的法規 命令擋住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這邊說 欸我想要違法 然後呢這個 當然不是警察 就把它抓起來的意思 而是說 我覺得這個法規過時了 它應該因為我的關係而調整 那以前大家都會怕說 獨立什麼的 但是因為這個是公開的 所以比較沒有獨立的問題之外 我們現在還確保說 我們每個部會 都有自己負責的部分 像好比要說 如果你有一個停車位 你想要租出去 但是你只是上班的 那8小時租出去 那你主張你不應該是 收一個停車場的稅啊等等 那這個時候 國發會有一個 平台經濟的概念 或者像說 如果你是一家電型商 但是你想要去做貸款的服務 那然後你主張說 欸你拿雙正經去開戶很麻煩 那我應該 當初辦SIM卡的時候 我就已經做過KYC已經了解我的客戶 我應該能夠開一個虛擬賬戶 而且 就算在年增中心 大家沒有這個貸款紀錄 那至少他每個月都有繳499 可能比較多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每個月都有繳電話費嘛 那可以用這個去算出 它的信用紀錄 達到 這個中華電信 目前就在今晚會的這樣子的大核去試著 違法個一年去突破這個風險管理的原則 或者像現在已經一讀很快就要三讀的 無人載具 那這個是由經濟部來主管 那在別的國家 都是說交通部嘛 就是無人機對無人機 船會船 車會車 從經濟部的角度來看都一樣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坐一個一台一台飛起來 或者是說 這個就是在河裡面弄一弄 然後就上岸等等這些 就是無人的東西 然後呢 你就告訴自己部署 我要破壞 就是我要突破這個交通部本來的法令 然後請給我一年的時間做實驗 包含5G的貧固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說 我們就違法個一年給整個社會看說 這對社會是有好處的 那如果社會過了一年決定說 這真的是一個爛主義 那這樣我們就感謝投資人公開加速的學費 但是如果社會學費是一個好主義 那可以擴大規模再一年 那如果是成功的 如果是法律命令馬上就生效 等於說我們是靠創新者來幫我們寫法規 那如果他需要改變立法的話 那當然立法人可能花了三四年 這個中間你的言論模式都還是可以繼續經營 那等於就是Monopoly 所以在你的事業區域裡面 這個人家可以做 但是如果立法完成當然就會有競爭者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有一種新的概念 又能夠進入我們的法制系統 聯合的歷史又翻過了一頁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台灣的優勢就是說 我們是用社會創新來帶動法規創新 尤其是在大陸法系的國家 我們開這麼多的 讓大家透過外掛 然後外掛設施成功 然後就那以前變成由新組成式的一部分 的這種做法 這個是真的是非常創新的 那我覺得這是台灣的一個很好的優勢 就是我們人間創新的能量 明顯的是理工部門要來的強的 有20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現在社交網路按讚以及follow的方式 導致大家所接受的訊息思想 越來越趨於同溫 我們可以指名利用科技 來解決這種越來越分化的情況 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技術方法 叫做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這個是我常常推薦朋友裝的 所以現在也推薦大家裝一下 它有Chrome跟Firefox 跟Safari的版本 那好像也有手機的版本 那另外 那這個就是一個過濾器 我們可以看到很新增製作面 表示我們一看店長的裝潢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外掛 當你裝的時候 Facebook那面牆就消失了 就是這樣 然後它會換成一個這個 讓人非常這個 有這個勵志的格言 然後得了 然後什麼之類的 那無論如何 它的做法就是 讓Facebook不能夠 鞏固你的同溫層 讓你沒有辦法這個 就是透過按讚 或什麼樣的方式 讓Facebook 餵養它的那個AI 就是跟你共生的那個AI 讓你花更多時間 在Facebook上面看廣告 也就是說我還是用Facebook 我用來做Messenger 然後我用關鍵字搜尋 或者是說我去看某個專業 我去看某個群組 我看我關心的人的profile 但是這個就跟用瀏覽器一樣 是我想要看一個 然後我才看到 而不是說我在不想看的時候 我就不斷滑動 然後它就來預測我的心情 然後來操縱我的心情 然後去讓同溫層越來越厚 因為我按讚的東西 那就是有類似的東西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你就可以把 Social Media的那個 Media的那個部分 挪回來 變成自媒體 所以我用Facebook的方法 就是跟大家用Media 或其他部落魂系統的方法一樣 我還是偷東西 我還是互動 我還是去關心 我關心的一些話題跟主題 但是所有正在做 同一個主題的 像我們之前出於東沙島 所有出於東看 提到東沙島 所有的這些Post 我都會去看到 而不是管說 它是我的朋友 還是我朋友的朋友等等 所以就是很推薦 大家要裝這種 Facebook 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包含阻擋廣告等等 這些廣告 阻擋器 都可以讓大家 使用的過程裡面 更加是你想要看到什麼 再看到情況 而不是在不預期的情況之下 被喂很多東西 就馬上 就是一直捲屏電視頻道 等等的這種情況 那這是科技具體 可以解決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更進階的話 大家可以加入一些 就是特定的同號 是組成的這樣子 一種社交網絡 我們來說 社交網絡 它特別是會跟別的同號的網絡 在同號層外的去進行 這個互相的借接 那像我們G011有加一個 叫做MestToken 那這個也是一個 像Twitter這樣一個東西 叫做G011 Social 那G011 Social裡面 你加了這個賬號之後 它就會自動的去跟其他的 別的公民科技的社群 能不能去進行互相傳接 那這些當然都是突破同號層的 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它本身就是強調它的多元性 有32位朋友想知道說 請問我如何學習英文 其實英文是我很後來才學的 我當時五歲還是六歲才學吧 我阿嬤是五大人 所以我的名語 就是我第一個學的語言 應該是台語 然後接下來當然就是 上學之後就是學文化 國語 現在台語隨便 然後之後才去德國 學德文 學一點點法文 然後最後才學英文 所以我到學英文的時候 已經是沒有腔調的 所以就是說 我完全沒有Native Exim 就是我去跟澳洲人講英文的時候 我就是澳洲的Exim去 英國人講英語的時候 就是英國的Exim 因為我小時候沒有用過英語 那怎麼學習呢 其實非常簡單 我當時是透過線上的電視 就是IRC 那現在當然大家有很多線上來聊天視 那現在呢是準備特色 就是說你什麼都可以聊 什麼都不奇怪 所以就是我學英文的方法就是 找到就是隨便一個主題 然後開始跟你們談談 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也是 往今往為的特色 就是說你可以快速的去找到 參觀的社群 然後快速的去彼此信任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文字的學習是比較快的 因為透過其實的交談嘛 那但是語言的學習是比較慢的 所以我比較有信心講英語 大概是20歲以後的事情 那我做的方式也非常的簡單 這邊如果有學數學的朋友 可能有認識一個人 他叫做Cole Dush 那他是一個數學家 那這個數學家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發表非常非常多的論文 1525篇跟511個人和寫論文 他在數學界的這個狀態 就是說你跟他和寫過論文 做一個Erdush Number 是1 你跟他和寫論文的人和寫過論文 Erdush Number 就是2 就是這樣子一個愛理敘述 那這位朋友呢 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他是一個流浪的數學家 他並有什麼固定的住所或財產 他就是跑到一個數學家的家裡 然後呢不管那個在做什麼題目 數論啊 這個犯愁論啊 讀論啊 讀論啊 他無論如何就搞不懂對方在幹嘛 然後跟他和寫論文 和寫之後就發表 發表的時候他就跟對方一個選擇 說我可以繼續待一下 你還是要幫我吃住啊 我們就繼續做下個題目 或者如果已經受不了我了 你就要推薦另外一位數學家 然後付火車票或者機票 讓我去住他家 那所以他是可以做火車 然後又去下一位數學家 所以他就是好像有點就是 一個人的社交網路的這種感覺 是像受粉的這種感覺吧 本來在數學裡面 沒有什麼太大關聯的分支 想盡辦法把它連通在一起 然後去讓每個數學家的這個工作 等於他累積在腦裡嘛 所以到到新的一個數學家 在家裡的時候 他就帶著所有這些 insight 所有這些東西去 去幫助這一個數學家去解決 解決一個他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他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環遊世界 所以我大概在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把他有兩年多的時間 大概也是二十幾個國家 就完全不在那裡 就是這樣就是我就去住人家家 住三人一起解決一個 諮詢科學的問題 然後他如果受不了我了 他就要付機票 或火車票讓我去住下一個人家 然後就有意識的去幫 像這位朋友去做一個 我們當時在諮詢科學界裡面 要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怎麼把物件導向 跟函數導向 然後跟命令導向 跟邏輯導向的四個不同的程式語言 分析把它融合在同一個語言裡 那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所以我就是去辦訪了所有這些人 然後辦了非常多場黑客送 那這過程裡面其實就發現說 我們有共同的話題 有共同的興趣 英文破破的也沒有關係 因為反正各地的英文也都破破可文 也都不一樣 所以呢就是大家有共同的話題 那我透過不怕去講 也不怕去住人家家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慢慢的就把英語揮畫 練習到就是手機而流的程度 那所以我想就是 當然這個也很感謝我家人了 他們心臟真的很大可 因為我去的每一個都是 之前沒有見過面的 就是都是網友而已 就是只有看過人家的paper 不過你看這樣子兩三年也什麼事都沒有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是用一種 沉浸式的方法來學習英文 然後有28位朋友們提醒我一個程序性問題 就是我的iPad快要沒有電 甚至12%的電力 非常感謝這位朋友 不過我反正也只有在8分鐘 所以應該是在這個沒有電之前是能夠講完的 有29個朋友們想知道說 到底要怎麼快速的找到想要回答的資料 用的是什麼軟體嗎 我用的這個簡報軟體是叫GoodNotes 那GoodNotes是一個我覺得蠻好的軟體 是因為我可以看一大堆簡報 像這邊大概十份簡報 就在這邊背著 所以就是大家隨便問什麼問題 我大概就可以去在那裡去map到這個簡報 而且每個地區有不同的特色 好比像說像我今天早上在高雄大學 他們忽然問一個就是污染機查的問題 那我一下子就想不到 好像是透明足跡什麼東西 我就花了大概20秒時間把它開起來 但是當它開起來之後 它就會停在我的書籤列裡面 所以以後大家再問關於工廠機查的問題之後 我就會自動連到透明足跡這個網頁 去解決大家的問題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我巡迴所有的大學 高雄應該每一所國際大學 我都已經能講過了 的目的就是說 把大家關注的事情 同樣的像我小時候 就二十四的時候 像就住他家裡一樣 把大家關注的事情 能夠去聯繫到我們目前 公屋體系的這個工作 以及公民社會的工作 如果我們也沒有聯繫上的 那我回到行政院之後 我就會告訴這個部位說 你今天有這樣子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套說 我們為什麼沒有一個單一的網址 來解釋大家對這件事情 以及一起解決問題 我就會回去要求他們 生動網頁出來 那我下次再講的時候 只有一個東西可以講 所以是一個 就是它群體智慧的 這樣一個管道的感覺 然後有唐鳳觀察者2.0 就是二十二位朋友們問說 每次到高雄都多感受到一點改變 那可不可以方便問一下說 高雄有沒有創新的發展機會 像那個Cosmos這個開幕啊 我就覺得蠻高興的 因為Cosmos 當然大家就知道其實就是 宇宙的意思嘛 然後可以開頭 表示是這個 有古希拉文的造詣之外 而且大家可以發現 以前Cosmos法有 偷偷把KS 就是高雄那樣的字 牽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 EI還不錯 而且也沒有別人 在用這個關鍵詞 所以Google就很容易找到 那Cosmos法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 我們當時在做 數位建設 成家基礎建設的時候 希望能夠去讓大家 習慣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做公共政策 討論的時候 如果它牽涉到 空間的規劃的話 那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可以不需要看平面度 然後去腦補 而是可以實際進入 就是DA 案 DA 案 C 案 各種不同的空間規劃裡面 具體的討論過之後 然後再進行這個 政策的域名 那好比像我們 討論東沙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需要知道的 不是只是它島上的部分 而是包含它的 就是旁邊的 雪域的生態啊 所有這些部分 那這些部分 因為東沙真的蠻遠的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要 靠BR360的方式 去讓大家感受到 潛水的感覺 然後甚至是從檸檬沙的角度 來看東沙 而不是從人類的角度 來看東沙 等等的這些方式 所以如何去帶入 各個不同的立觀起源 即使這些立觀起源 不是人類的 這樣子的情況 我覺得是我們接下來的 公共討論裡面 一個非常值得解決 而且解決之後 可以外交全世界的 這樣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所以當時我們就很希望說 在高雄能夠 來Prototip這件事情 當時我們沒有入閣的時候 就是跟陳菊 當時政府市長的市政會議 上面有做過這個 presentation 那後來這個 當時的審議長 是覺得很好 所以他們就開始 往這個方向去做規劃 那到現在已經有初步的這個成果 就是我們的Postmo Spot 那我覺得未來 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很可以在這個地方 去做社會創新 那我覺得在高雄能夠 做真的是比較好 大家對海洋 對生態的環境 都比較有感覺 有20位朋友想要問說 這個我是不是支持死刑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現在是這個 我被判死刑的話 我就一定反對死刑 因為這一定是原理 我覺得不會做 真正判死刑的事情 那就讓這個 非常自私的回答 但是這也是非常 我覺得非常中肯的回答 因為就是每個人在 就是覺得就是有人 應該被判死刑的時候 他當然都覺得說 罪無可適啊等等這個情況 那但是這個東西 它到底是不是罪無可適 以及在這個罪無可適的過程裡面 整個社會能不能討論出一些替代堂安 也許在我們現在社會 對你們是討論不出替代方案 大家就是覺得說 就是無期如今 會該家事或怎麼樣 還是不夠人 我們還是需要一個 報復式的證明等等 那但是我會覺得說 你如果今天這個 我會判死刑 我當然是覺得說 我應該可以對社會 還有更多的貢獻 那不管是用什麼方式來 尽量貢獻 總比這個把我想要來的好 那但是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所以你們也不一定要同意我 那更是這是我這個 一個很誠實的個人的見解 有十九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對於婚姻名學 引起以和兩率啊 像公投的看法 婚姻名學其實是非常多 像公投大家都知道 有五個不同的公投嘛 那這些公投 我剛剛大概已經講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 把這個當一個機會 去把不同的時代 跟不同的族群 對於婚姻兩個字的 不同的想像 進行這對齊 很可能大家會發現說 其實大家都很在意 婚姻這件事情 在意的是他完全不同的側面 可能有人覺得離婚率過高啊 或是婚姻應該 或是家庭的完整啊之類 那我自己對婚姻 是完全沒有興趣 所以不管大家怎麼討論 這個大家都會彼此 願意增加社會連帶 但是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但是我會覺得 平權是非常重要的 平權是最基本的價值 但這個平權 它在落實的過程裡面 我們如果能夠 好比上收斂到 這個一邊覺得一定要專法 另外一邊覺得 應該一條都不要修 我們就按照這個大法官 實現自動生效 如果大家能夠稍微 在中間凝聚到 好比上說專條的這個程度 說不定是雙方都可以接受的 那這樣子的話 也許是一個比較好的共同 解決方案 所以公投裡面 我覺得有很多 法規技術的部分 是可以討論的 之外 實際在整個社會的公民 有什麼間接件事 上面也是可以討論的 那至於後面的這一項公投 我是覺得它的 就是發起者 跟推廣的方式 都非常的有創意 這個就是我的具體的評價 非常具有創意的意思 也是說 可能當初公投 在設計這個制度的時候 並沒有想像到這個 會有人去說 好不想說這個 十個公投票都會 然後都同意 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一種操作方法 這也可以說是一個 確實是沒有錯 但是跟可能 工作法本來創自責的本意 可能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社會創新就是這樣 我們只要能夠促進社會的對話 不管是正面或者反面 只要能夠捲動更多的人 我都覺得是一件好事 那時間之後 我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進入體制工作之後 是不是常常發現 力有未改 熱忱一天天被磨損 完全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加入的時候 是經過一整個月的勞固協商 所以我工作有三個條件 那也跟大家分享 一個條件是所謂的 voluntary association 就是以自願而結合 意思就是說 我絕對不會下任何命令 但是別人也沒有辦法抵入我任何命令 任何我剛剛講的 我們在行政院做的事情 都是各部會自願接觸 我這邊自願跟我合作 我不是明天就跑去國防部 說明天就要按照我的方法做事 而說大家願意去面對 這個實際的民眾 然後實際去進行功能 創作的時候 會來找我 然後我們一起來 討論出一套方法 所以很誠實跟大家說 目前行政院一千三百多個 中場成績的話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在線上去進行 看你這個檢視 中營這個平台 裡面呢 目前大概只有 多到一百個 大概四十加二十六 大概六十六個 是用我們這一套新的方法去做 那剩下的一千三百一十九個 大概都是用本來的方法去做 但都沒有關係 至少這一千三百七十九個 在實際的進度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且呢中間看到任何疑慮的時候 好比方說如果對 這個金門大橋的這個建設 有些想法 比如說為什麼累計 預算執行率 竟然可以往下掉啊 這樣子的事情 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任意的去留言嘛 那他每次的留言 雖然這個朋友的拼字 不是非常的規範嘛 那但是 至少我們知道他的意思嘛 對不對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讓 證判人不斷的 這個審訊 證判人的力氣 因為想法人 他就只要來回說 為什麼這個 竟然累積執行率會 這個減低 是因為廠商就是 年中落後 限期未燃下 我們解約了 他把錢付回來給我們了 我們重新招標等等 他講得很清楚 他不用一通一通電話去接 一個一個去解釋 而是他一次解釋之後 大家一通Google就找得到 而且他就不共去應付 重複的索取資料 所以這樣 自願結合的方式的好處 是這個平坦 而不是我 再去做大家 多看巧合 所以第一個 不會有錯折感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 徹底的透明嘛 我看到一切都可以公開 但是我不接觸 國家機密 那第三個就是 我不管在哪裡上班 都算做上班 所以 就是不受時間 跟避免的約束 所以最後一個 跟大家講一句 就是說 這是我們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是在台北空總建國發市旁邊 那我們在接下來 會在各個縣市都試著複製 這樣一種 讓大家自己創造的一種空間 那我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基本上都是在這邊 跟各個部會 任何來的人 都可以找我 這個具體的討論 不是部會 民間的朋友 如果願意我們討論的紀錄上 也可以直接來改變這個空間 像是我們自家三門車之類 所以在這種共同工作的空間裡面 而不是關在行政院裡面 我覺得才有可能去 進行共同的創造 那當然也不會有熱情 因為這是一套新的系統 讓大家慢慢慢慢 習慣這套新的系統 而不是我去習慣 舊的系統 謝謝大家 時間真的過得非常快 一下子兩小時就過去了 我們套用剛才唐委員的一計畫 不管在哪裡上班 都是在上班 可見唐委員這種精神 真的很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學的效果 好 那我們再次掌聲謝謝唐委員